我先讓李老師做一點簡單的介紹 我們當然很榮幸能夠邀請到上海 武旦大學通教學系的玉宇光老師來一個說裡面演講 那他長期以來就是耕耘東南亞的這些 其實他北傳跟南傳的國教都有在研究 那這也是因為我覺得我們台灣一直南傳的這個國教的研究 一直空氣沒有開紅北傳太強勢了 所以我希望說多一點點然後大家響應那種宗教學術的南進 多了解我們東南亞這些鄰居他的那個國教的狀況 要不要伊斯蘭基督教我們也多鼓勵 那我們這個是比我們那個台灣的政府還走在前面的 我從十幾年前我就很注意東南亞的動態 所以我跟那個劉老師也是多年的好朋友 那劉老師比較特殊 他雖然現在是在大陸任教 可是他是從小應該是在香港長大了嘛 然後在台灣拿學位然後到大陸去教書 所以兩岸三地的那個宗教生態都非常熟悉 然後他也是少數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當初在組那個台灣的東南亞宗教研究團隊 就是所謂那個中南半島的這些南傳國教就一直找不到真的有實戰經驗到當地去研究 我就一直期待說這樣的方面有學者 然後看到更大的那個劉老師 我當然就是會大力的邀請他來 把這個東西讓我們給一個比較宏觀的整體性的了解 那這樣我們以後就有一個picture有一個藍圖 那以後我們要實際去做 也就會比較有一個方向 那我想我就不多說了 我們就先特別掌聲歡迎我們的劉老師 可以演講 謝謝蔡老師的這個誇張 當然很高興又有機會回來台灣跟這個各位交流 今天我想我就簡單談一下我過去的這些年 大概也大概五零年左右吧 也沒有很久了 五零年左右來的這個東南亞宗教 不完全是上座部 其實我有做一點點中南亞的漢權國家 這方面的一些個人的經驗 然後一些想法等等 那也許我想我可能簡單先談一下 我過去的這六七年所做的一些東西的基本的線索 那我想我最早去碰這個議題 反而不是從田野的早度 而是從概念的早度 就是我們知道現在在英語裡頭有一個概念 叫Engage Buddhism 那一般我們在台灣可能就翻譯為 陸式佛教 那當然我是提出了一個頗有爭議性 在學界跟教界都一直有爭議的一個譯法 我把它譯為左譯佛教 那我大概是零五年左右把這個東西寫出來 我稍後也是在南華大學那邊那個論文出來 然後從零五年到二零一零年前後大概五年到六年的時間 寫完這個論文以後呢 實際上就沒有再談這個議題 我當初寫這個論文的時候 比較是從觀念的層面去談說 Engage Buddhism 包括哪一些東西 那我並不覺得那個是一般傳統議題下的陸式的佛教 所以我把它翻譯為陸式 其實我並不完全是同意的 因為裡頭有很多現代的這種公共價值觀的概念 在裡頭有些公民社會等等的問題 所以我是把它翻譯為左譯佛教 但是呢這個論文寫出來以後 我碰到一個難題是說實在的 如果我們拿佛教跟西方基督宗教來比的話 你會發現說整個佛教文明 不管是哪一個傳統在面對現代社會 現代價值觀的衝擊的時候 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哪一個是能夠拿出一套完整的學理 來談說從佛教的角度如何去看待現代文明 而且那個不是說一般講一講 而是有理論深度的 說實在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如果我們看基督宗教的話 你會發現說他們的現代神學 一套連一套可以十幾套一樣 這個很明顯你會看到整個佛教文明 不只在和全整個亞洲的 在這幾個方面呢 是學理上是很有限的 當然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這個可能就是我們先不處理 總概念記者這個背景底下呢 我發現寫完這個論文以後 我沒辦法做下去 沒辦法做下去呢 就先割的吧 然後我在07年就到中國大陸去工作 就開始在佛旦工作 然後我在佛旦工作的時候呢 碰到兩個情況 一個情況是 當時我在哲學院哲學院裡頭的 這個負責的同仁跟我講說 欸 劉果你不要做一點這個 意外的東西 我說可以啊 原則上可以 當然實際上要看我遇到怎麼樣的情況 然後另外一個背景呢 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去中國工作前呢 我在香港是有參與有關西藏的一些討論的 我們知道說 中共對這個 藏區的統計 引起藏族老百姓很大的反彈 然後這個事情 我想07年我去中國工作之前在香港 包括香港的各種MGO 談論這種西藏的問題的時候 我有參與的 我有參與討論 那 當然那個不一定是直接談 最尖銳的政治問題 反而更多是談 比如說宗教自由啦 當地這個老百姓的生活 受到官方政策的一個強力的干預等等 那當然因為我是研究佛教的背景 所以其中佛教這塊也是我關注的 可是等到我去中國大陸工作以後 對不起這塊沒辦法談 這個是完全是一個 你永遠不知道哪一天你談這個東西 會中地雷的 所以在這個背景底下呢 我就一起認大漫 這個問題要怎麼談下去 因為Engage Blism呢 儘管它是一個 某一項這個普遍的概念 但實際上 它原先的案例都是東南亞 郵寄上左部 然後呢 大概在2010年前後呢 我碰巧碰上兩個人 然後提供了一些線索給我 然後 有所改變 第一個就是 蔡老師也認識王聖桑 就是我們 談這個馬來西亞的漢權佛教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一個泰國的法師 他是 碩士也是在 台灣畢業的 你可能會記得 安安法師 安安比丘 安安比丘那個時候 他要到中國去讀博士 然後剛好來了富一旦 然後 當然他來的時候 他是一個研究所的身份 我們是老師跟學生的關係 但實際上 真的要談 東南亞上左部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 有點像同仁的關係 他會 可以提供我很多的一些想法等等 所以大概在從2010年開始 我想一直 之後才打到五年吧 我就 主要在 透過家長的朋友的這個 牽引 就主要做兩個案例 一個是泰國 一個是馬來西亞 那 也許這樣好了 我先把我 做泰國這個部分 過去幾年曾經設計的議題 簡單把那個線索談一談 泰國的部分呢 我其實處理了四個 前後四個不同的議題 第一個呢 是泰國的生女 在80年代以後 從事的這個 一般講的所謂 森林保育的運動 讓樹木出家 這個事情實際上 我們只是去推敲的話 那某一項是代表 泰國的農民地區 還有他們的生團 他們對泰國官方 進行著土地規劃 而且往往泰國官方的不同部門 由於以國家發展的名義 對農民土地的一個剝奪的 進行著某一種反彈 所以那個並不是一個 表面說 單純好像是森林保育 它當然是森林保育 這個沒錯 但是為什麼要森林保育 因為你森林不保育的話 當地農民的生計 就無法下去了 農村都基本上破產了 然後當農村破產的時候呢 當地的地方的佛教生團 大概也存不下去呢 整個佛教價值觀都瓦解 都會受到很大破壞 然後所以才會做這樣一個議題 那當做這樣一個議題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這個所謂 森林保育還有樹木出家 這樣的一種佛教叫做Practice呢 他們並不是一個80年代才有的 它實際上是有一個淵源 那個淵源大概是從1960年代開始 所以這個生女的森林保育還有樹木出家 這個是第一個題 然後我從這個題追回去 就是說這樣一個龐大的運動 它到底是怎麼走過來的 它並不是80年代 90年代突然就冒出來 它是前後走過至少25到30年的發展階段 從1960年開始 然後大概就我從1960年 1970年、1980年分三個階段 遵溯出整個泰國生團裡頭 我聽說也比較偏向 稍微有一點 不是馬列腋底下的左腋 我們可能是另外一個比較鬆動一點腋底下的左腋的生女 他們這個傳統是怎麼過來的 那這個是第二個部分 就是描述這樣的一個比較龐大的生女保育 還有胡椒的一個這樣的一個運動 它走過來的線索 然後在追溯這個過程裡頭 我就發現第三個問題 這第三個問題是這樣子的 就是你會看到說 這些生女他們去跟泰國官方去交涉的過程當中 他們所使用的手段是反應出他們非常熟悉 我們講現在公民社會的各種手段 比方說他們有龐大的NGO的網絡 然後地方上的各種社團 然後他們也會有生人在曼谷 懂得怎麼樣去跟泰國官方周旋 包括可能是把案子送到法院去跟官方打交道等等等等 這也很奇怪 為什麼這些生人都很熟練這道東西 然後在這個點上我就追溯出原來是這樣子的 這幾代的這個泰國的我孤承稱之外左翼的生女呢 他們實際上都是泰國生團大學的MCU 這個摩托羅夢大學的學生 然後呢我後來發現如果要禮經當中 尤其是生女這個部分 他們為什麼有這樣的一種熟練的能力的時候 你非得回去看泰國生團的生女教育改革這個部分 所以我特別大概兩年前都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去談論 1960年代泰國生團的第三波的教育改革 改革的一個很重要的體標性的東西 就是我們講的摩托羅夢大學的正式的成立 然後這個大學它我覺得最好玩的地方是 這個大學剛開始成立的原因 實際上是泰國政府為了要更有效的更完整的 建立一個所謂現在議題下的Nation State 然後呢指派這些生人到偏遠地區去弘法 然後這個弘法同時是帶有某一種政治任務 就是說它那個當時1960年代的邏輯是 如果你是泰國人你應該是佛教徒 那如果我能夠把一些沒有信仰佛教的人 變成是佛教徒的話 至少會讓你泰國化 是這樣的一個邏輯去的 所以當地泰國政府呢 實際上某意義上是出於這種政治上 統一的想法 而把這些生團的人派出去 然後他們的想法就是 派你出去前呢 你可能首先需要讀一點上一項東西 你才能更好的 有效的完成國家派給你的任務 那結果呢就真的在同一個階段 在1961年 一口氣在生團裡頭進行了好幾個事情 第一個成立MCU 就成立這個生團大學 第二個 就所謂成立生團大學意思是說 把原先一個高級投學院 建立為一個中和文化大學 有So Science 有 Humanities 有教育學院 有東南亞研究這些東西 然後呢 再來是推出第三版的生團法 第三版的生團法其實在泰國是 如果跟前兩個白門比的話 它其實比較獨裁的 就是整個生團的結構 基本上 重疊版的那種 以西方三權分裂的早度 改變為 跟軍政府同一個系統的那種 經濟塔的方式 等等 那有趣的地方是 等到這些生人 讀完這個So Science 派到邊緣地區去以後呢 他們大概要去實行兩年 然後回 在六零年代後段的時候 他們回到曼谷 他們共同去交流 他們在農村前線 碰到什麼問題的時候呢 好玩的地方就來了 就是本來他們是富有政權的任務的 結果他們在前線待了兩年以後 他們覺得說 國家的很多政策不對 而讓農民受苦 然後呢 他們開始醞釀這個 從本來談農村問題是從技術問題開啟 談一下政策問題 再來就談政治問題 就是說 我們政府很獨裁 還是說有很多透的政策 然後呢 讓農民受苦 也讓我們生團變成這個獨裁體系 後來大概在1973年吧 就爆發過一場很嚴重的這種 生女的學生運動 數以萬計的這個MCU的學生 抗議這個泰國生團總部 還有抗議他們政府 要求改革等等 所以第三個泰國議題 逃泰國生團第三個議題 是處理這塊東西 然後當中處理這塊東西呢 再來我再追溯上去是 剛才提到這1960年 算是泰國生團 在現代的這個教育改革底下呢 第三波的改革 那就意味它還有前兩波 所以第四個議題呢 我是追溯回去 是1910年代 另外一波的改革 那一波改革是涉及到這個泰國 我們講現在泰國國父 那馬五是它如何運用生團 作為一個重要的手段 去建立一個文化上 語言上邁向統一的 不能說已經統一 而是邁向統一的一個泰國 然後呢 而且是一個現代泰國 所以我們都知道說 在泰國第一波的 1910年代第一波的這種 學校 現代的教育體系底下的學校老師 有很多實際上是生日 那也包括書面語 還有這個等等這種統一 也是在1910年接批的 這個階段的這個生團教育的統一裡頭 所締造出來的 所以泰國的部分 基本上就做了這樣的四個議題吧 然後 統一時間是 也有在處理馬來西亞 那馬來西亞的佛教呢 我剛開始做的是 反而是做馬來西亞的漢權佛教 但是呢 我意識到 馬來西亞的漢權佛教跟 我們一般講 中國、台灣、香港的其實不太一樣 它儘管是 歐爾選是來自這些地區 可是等到他們在馬來西亞 一好幾代的時候 它有它另外一些很獨特的發展 這很獨特的發展呢 我前後寫了兩篇 論文有關馬來西亞 第一篇呢 更多是談 馬來西亞漢權佛教裡頭的公民意識 讓我非常驚訝的是 我們一般講漢權佛教的話 可能會覺得說 台灣佛教可能是 目前漢權佛教裡頭 現在這種意識比較強的 但是等到我只是稍微 考察了馬來西亞的漢權佛教以後 我發現 可能這個講法可能會 會不完全盡然 原因是 說實在 我們都知道說 在台灣漢權佛教的那個 現代元素 不是所有的商團都有的 大概有一部分商團 有一些可能是更為傳統 然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 其實有現代元素的那些商團 他們可能是在 人事管理、組織、訓練、弘法的方式 等等這些事情上是現代的 可是 你真的要去談 他們對我們講公民社會 有多大的這種自我意識的話 說實在也 也並不是很明朗 也不是很明確的 大概我們能算得出來 就是我們的老朋友 召喚法師可能是例外 那再來就沒有了 實際上都沒有了 可是如果我們去看 馬來西亞的漢權佛教的話 會讓我非常驚訝的是 他們的這種公民社會的意識 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 我可以很簡單舉一個例子 就是馬來西亞的漢權佛教 不是那種 相對上邊緣的 什麼佛教社運團體 還是激進的佛教社運團體都不是 是他們那種全國性的 很主流的團體 最典型的例子是馬侯清 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 而他們是一個很主流的佛教主席 而且是全國性的 但是他們的所謂公民 是很清楚呈現出來在 表現在哪一些地方呢 比方說 當他們遇上別的宗教不是佛教 然後說這個佛羅曼教還有這個基地宗教 受到他們國家宗教局的官員 還有可能是啟發單位的騷擾的時候 你能想像嗎 漢權佛教的團體會挑出來 拿著憲法 然後在媒體上 所有的媒體平台上 公開批評他們政府 政府當初我們立國的時候 我們國父答應我們 有什麼樣的一個宗教基隆都寫在憲法裡頭 然後你現在政府的不同部門 包括警方 包括宗教局去騷擾別的宗教 你與理合戰 你的根據在哪裡 而且只要馬來西亞政府的不同部門 幹一次這樣的事情呢 他們就會跳出來批評政府一趟 然後我想這個是很有趣 就是我們一看過這樣的漢權佛教 我們一看過這樣的漢權佛教 然後後來在這個 這樣的一個有趣的背景底下 就談了第一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可能主要關心的是 他們的公民意識是怎麼講出來的 然後後來另外一點很重要是 我想馬來西亞的漢權佛教是這樣子 從還是佛教宗教傳統上來講 如果我們不去理解 他們跟上座部佛教之間的關係的話 基本上我們可能連馬來西亞的漢權佛教都沒有辦法很好的理解 所以後來第一篇是剛剛完成 就是專門做馬來西亞的幾個上座部的傳統 這幾個上座部的傳統主要是 原來是泰國、緬甸跟西蘭卡 但是呢他們跟馬來西亞的這個 以華為主的佛教社群的關係並不一樣 就不是說因為都是上座部 所以那個觀點都一樣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尤其泰國的傳統跟這個西蘭卡的傳統 可能能夠影響特別的深遠、特別的重要 而且這裡頭我想從這個地方會看到說 馬來西亞可能在東南亞這些佛教國家裡頭 當然馬來西亞本身不是佛教國家 但是它的佛教傳統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可能性是提供的一個平台 讓安全國家跟上座部國家能夠在互相沒有包袱的情況底下 好好的互動 然後這樣那種背景在東南亞國家裡頭 不是每一個國家都可能的 我想在緬甸 這個是很大的困難 我的理解是 所以這個是泰國跟馬來西亞 然後再來 最近幾年還陸續的做了幾個題目 包括是對當前國際學界有關生產教育的研究的一個問題 跟研究的回顧 那是一個很長的論文 當然這個論文不完全只是做上座部 但是上座部是佔大部分的原因是 西方學界目前在做生產教育的 百分之七十是在做上座部 然後再來是藏權 排到最後的是漢權這樣 而且漢權裡頭還不是做 中國大陸是做台灣的 所以變成說 生產教育這個部分也是 大部分的案例 目前有的研究都是上座部為主 生產教育這個是一個 再來是佛教引起的宗教衝突 主要是佛教所引起的宗教衝突 跟宗教暴力 那這個題我前幾年已經完成了 當然裡頭上座部是有一些案例 但是不是主要代表的 可能上座部的話主要碰到的那個時候 主要關注的是西蘭卡 可是這個論文是今年剛剛完成時一個修訂版 在2017年的修訂版 那在最近幾年的情況底下 緬甸跟西蘭卡都變成是 除了西蘭卡以外 緬甸也是一個案例 也是未談到 然後再來是剛剛前幾個月完成一篇 是雲南的上座部 特別是著重在一個定點上 是1980年中國開始推出 它的經濟上的改革科班以後 雲南地區的歹族上座部 重新成長 然後這個成長是 透過泰國跟緬甸商談的長期機緣 才能恢復過來 然後一般在中國的學界 都不談這個問題 都不談這個問題 那我後來是讀了泰國學者 緬甸的學者 當然還有西方學者 還有日本人 他們怎麼去理解這個情況以後 才發現說 雲南上座部在80年代以後的慢慢重建 如果沒有那些 從海外回流的 原先雲南歹族的生人的話 我想整個歹族生團的重建 是可能狀況要比現在還要差很多 現在這個重建只是說 OK 這個生團重建了 但是困難還有局限還是非常非常多 然後如果沒有這個國外生團的幫助的話 他們可能連現在這個局面都沒有 所以等於說這篇論文是 我帶著 之前稍微做了一點泰國的背景 然後呢 也有關注一點美甸的背景 然後回過頭來看 他們跟雲南上座部的關係 然後我之前還 前幾年還有一篇 我不太滿意的論文是 談論這個 西蘭卡的上座部 在他們國家獨立以後 生團本身所造成的 就是在他們國家的這個 宗教族群衝突 還有宗教族群的內戰 在這個事情裡頭 他們生團所扮演的一種 相當麻煩的著色 就是簡單來說 生團相當一部分的聲音 實際上是聳動在鼓動 這個族群衝突的 但是這個論文我覺得 當時是因為我的一個 在上海的同仁的要求去寫 然後時間有點趕隨寫出來 反正就交差 我覺得還不太滿意 那有機會 還是會再委屈 所以我過去幾年大概 簡單來說 在上座部這個部分呢 或者東南亞佛教 更廣義來講 大概就做了以上的這些題目 那大概前後有十幾篇 十二篇或十三篇論文 當然現在手上還有一些 還在做 然後呢 我希望能夠在2017年的暑假前 把所有這些東西全部做一個 梳理還有finalize 變成兩個書 一個書可能書題大概是這樣子 左衣佛教研究 然後呢 副題可能就是東南亞 公民社會及現代佛教 這個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呢 是書題還沒有定 但是呢 我在考慮要不要改一個 比較挑釁性的書題 就要 菩薩到底是出洋還是出洋上去 過章菩薩 到底是要出洋還是出洋上去 這個要處理什麼問題呢 是 我實際上最近有在分章 就分為幾個子題來談說 中國目前的這個 官方學界跟教界 三種聲音合作在推動一個事情 是要把中國的佛教推出去 作為中國 所謂一帶一路 包括國家南向政策裡頭 對東南亞去推廣中國的佛教 然後 我對這個事情 我是有一些跟中國官方非常不一樣的看法 但是這個非常不一樣的看法呢 我想比較用一個嚴肅的學術態度 來整個一步一步 整個argument把它鋪陳出來 所以 像剛才提到的那堆論文裡頭 明出版的論文裡頭 其實有一部分是跟這個題有關的 所以基本上是兩個 所以第二個書基本上它要處理的是 中國的可能的這種佛教 宗教公文外交 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 以上是我簡單過去幾年所做的這些題的一個內在邏輯 這個簡單說明後 我想 剛好藉助就是 蔡教授這趟邀我來會是分享我個人的一些經驗的這個過程 我回頭看我過去這幾年做的這個研究 我發現說 實際上是一些很偶然的因素而促成的 包括剛才講 05年第一趟寫這個engaged Buddhism這個學禮的部分寫完 基本上也寫不下去了 然後剛好 07年到中國大陸工作 然後我的這個院長要求我去的議題外做一點別的 然後剛好碰上這個泰國來的跟馬來西亞來的這個學界的同仁跟一些年輕的學者 然後就讓我有這樣一個機緣 當然這裡頭還涉及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過去兩三年我在復旦工作的時候呢 也是遇到另外一種巧合 真的是巧合 如果不是在中國工作大概就不會有這種題目出來 就是我們那邊國際關係學院的一些同仁 實際上他們是由參與去推動和遊說 中國官方把宗教尤其佛教推出去 進行這個宗教公共外交的 然後說實在 另外我從我那些同仁身上學到很多 包括宗教與國際關係等等這些問題 那個都基本上不是我以前的訓練 但是因為透跟通的那個交往 還有學術的互動 也真的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 學到很多是一回事 但是我自己不大當正他們的見解的 所以也是這個巧合的原因呢 那我才會再處理 剛才提到中國的佛教 公共外交的 尤其佛教這個部分的情況 裡頭包括我剛才談到雲南的問題等等 那 所以我想整個是 不完全是我規劃裡頭出來的東西 是我在整個學術工作的過程裡頭 遇上不同的人 然後受到一些契機 不管這些契機是我贊成的就不贊成的 然後慢慢發展出 剛才提到的這些不同的議題 然後 那這裡頭 尤其我跟我那些做國際關係的 中國同仁 在工作上的交往過程裡頭 我還注意到另外一個問題是 對中國而言 包括中國的教界學界跟官方而言 他們推出這個佛教的公共外交目的要好幾個 但其中有一個是 對不起 是跟台灣有關的 基本上那個想法是 需要在國際上把台灣的佛教改種 這個是他們都直接在嘴巴上講出來 所以我想這裡頭 這個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因為我想 同樣作為華人 當中央政府採取這種手段的時候 我想是需要有人能夠把這個問題講出來 所以實際上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會處理這個公共外交的問題 好 那麼這個是幾個背景 實際上這整個線索是不完全 因為我自己過往三個四個學位的訓練 基本上完全是哲學的 然後我的博士會門也是做哲學 做維持跟法系要做的 心意識的問題是一樣的 然後像維持跟中觀的部分 我現在其實一直有在做 但是因為在中國工作的關係 剛好碰到以上提到的一些 一系列的這種情況 就發展出這個幾題 當然像東南海這個部分 我大概走文版跟義理 這種比較古典的研究 就反而是沒有再處理了 反而是完全是當代的一些問題 在這個背景底下我想 所以我談不上是一個所謂 所以研究上作部 還是說研究東南亞的科班出身的學者 不是 我是半途出家的 那麼在這個半途出家的過程裡頭 我是很充分製造自己很多的不足跟缺陷 那只能是在有限的經驗裡頭 提出一些個人的經驗的分享 我想第一點是 如果我們做的佛教議題 不是這種無典的經驗 而是當代理題的話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 我們需要有一個Outsider的態度 這個Outsider態度呢 我們都知道在宗教學裡頭 已經在討論所謂insider跟Outsider 那所謂Outsider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 Outsider不只是一個你有沒有intention 或motivation的事情 其實它還涉及到 以有沒有相應的知識條件 可以讓你這個Outsider的走路 能夠真的有一個站得住走 所以在這個議題下 我會發現說 像我剛才處理的那些議題 在西方學界、在越南學界裡頭 處理同樣議題的那些同仁 他們很多的本來的自己的訓練 嚴格來講都不是佛教研究 他們是受散者不同領域 包括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政治學的、區域研究的 甚至有國際關係的 然後對他們而言 他們可能都是帶著這樣的一種背景來看 東南亞佛教的不同議題 然後我覺得 由於他們的訓練本來就不是佛教研究 所以他們談東南亞當代佛教的時候 他們反而是有一個更為宏觀的視野 讓他們能夠很清楚地陳述說 不管我們講泰國、馬來西亞是哪裡的東南亞佛教 到底這樣一個佛教傳統在他們整個社會裡頭要如何理解 我想這個是如果他們不是這種知識背景的話 沒有這種知識條件的話 即使他有那個意願要to be an outsider 但是可能實際上出來還是沒辦法 所以能否採取一個outsider的研究 這個不完全只是你有沒有這樣的一種蒙獎 作為學者的這種做學問的態度以外 實際上也涉及到你的知識條件 所以我想如果像在這個過程裡頭 然後我就很忌諱地過於提醒自己 在重新東南亞當代佛教研究的時候 我本來受經典義理文版訓練那種頭腦是 我把它整個換掉 所以我在做佛教研究的時候 是有兩個平行的頭腦的 就是做文版義理做哲學那是一個 可是等到我在當代議題的時候 基本上我是把整個頭腦換成是受傷害的頭腦 我想這點還是蠻重要的 然後呢 另外一點就是 有一些同仁就是華人的同仁 不管是哪一個華人社會出來的同仁 去研究東南亞佛教的時候 有些時候這種情況可能在中國特別麻煩是 我們往往會拿著 在中國社會裡頭的漢權佛教 在中國社會的照射 來理解別的佛教傳統 在別的社會裡頭的照射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很嚴重的陷阱 一定會犯錯 一定會犯錯 那當然這裡頭可能如果是完全是佛教研究背景的同仁 他們可能會採取這樣一個角度 OK 我們要注意那個差異 那個差異就是 所謂大乘跟小乘的差異 或者說漢權跟上頭腹的差異 可是我覺得根本不是 我覺得根本不是 關鍵是 漢權跟東南亞佛教的 如果從社會學的場面來講過 我提出了一個概念 叫Buddhist Society and Buddhist Community 就是可能中文是 佛教社會跟佛教社群的差異 那我們知道在漢權佛教裡頭 即使像在台灣 我們是沒有佛教社會的 我們從其量只有一個 發展的比較蓬勃的佛教社群 可是如果我們拿著這種漢權佛教 在華人社會的那種狀態 來去理解東南亞上座部 甚至理解漢權的話 基本上都會對不上 因為我想東南亞的上座部 尤其像緬甸 西蘭卡 泰國 簡佛寨 基本上他們還是某個形態的佛教社會 這意思是說佛寨在整個社會裡頭 他是主軸文明在擔當著 然後他包括生團在整個社會裡頭 在找社會跟漢權佛教在華人社會是完全不一樣的 根本難以商定的 所以我想這裡頭的差異 首先並不是落在所謂大小秤的差異上 尤其當我們說東南亞佛教是小秤的時候 這個恐怕只是偏見多於是任何議題下的事實 另外一點是 我自己的經驗是 去談論東南亞上座部的時候 可能有 我聽說一中一橫兩個角度需要考慮的 所謂橫的考慮是 就是不同國家的上座部之間 他們其實有提起很多的這種跨境的網絡 那這個跨境的網絡呢 不管是在 剛才表示我談到雲南 而且說緬甸 然後我們講緬甸三團裡頭呢 他有不同的族群 包括緬甸的這個緬族 然後他們的歹族 他們的孟族 實際上同樣是上座部 但實際上 但他們可能連書面語的語言都不一樣 然後呢 互相之間有很多張力 那所以這裡頭 像比如說緬甸的歹族 或是他們叫三世代 他們那邊的生團 往往很多時候是需要借助 泰國北部來為他們提供某一種 像也不知道說是避難所 但至少是某種緣衝區 如果是比方說緬甸政府 還有緬甸三團隊 他們打壓太重的時候 他們可能走 就遷移到泰國北部去 有點避難 然後等風頭沒露警的時候 再游回去這樣 那所以我想 我們去談論這個東南亞佛教 尤其是上座部件快的時候呢 跨境的特性還是很重要 這個也是我們同樣去談 宗教與所謂國際關係的時候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要點是 宗教它本來要有一個很重大的特性是 它是跨境的 這個跨境 某一項也前傳了一個前台詞 這個前台詞就是說 宗教的某一項的神性性 並不完全受世俗國家政權的 等於說沒有寄進的約束 它是會凌駕過去的 但當然在現在的經濟底下 這種凌駕也會受到來自國家政權的某一種集約 所以恆是一個 另外一個像度呢是 比方說同樣一個我們講 同樣是歹族 可是歹族的上座部在泰國 在雲南 在緬甸 甚至在更多別的國家 他們的遭遇是不太一樣 因為它涉及到 反國的國家 國家政權還有本國的 這個可能主流生團 運用不同的手段 要企圖把它們統化 所以這裡頭也會看到 比方說 我們講緬甸也好 泰國也好 可能是國家生團都企圖去 統化這種 與朝底下的一些 跨境民族的小傳統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頭呢 也不是說國家生團要統化 都能統化得了的 往往是 國家生團的國家政權要統化 是一回事 但是這種跨境的族群 它們會運用 它們可能有的 所有手段 你越要把我統好 越要去標榜 維持堅持我的族群佛教的特性 所以鏡頭國家化 或者國家主流族群的統化 跟這種跨境 但是在個別國家裡頭 是少數族群的這種傳統 它兩者是平行的 就看兩者怎麼互動 然後我在這個過程裡頭我想可以簡單談一下 做我很有限的理解 就是這個西方的研究的情況 西方研究的情況是這樣子 東南亞的上座部 不同國家的上座部 西方跟日本的研究的分布並不均等 並不平均 實際上受到一些很現實的因素所影響 比方說我們講 做的最多是泰國 原因很簡單 原因是因為在空洞的時候 在冷戰的時候 泰國是在美方陣營的 所以它會對西方學者開放 所以我們就要先 比方說西方學界對泰國佛教的研究 已經達到這樣一個水平 是按照不同方言 作為不同系統來研究 泰國有不同方言 就跟中國和台灣一樣 然後美國的學者 他們可能就是研究曼谷的 那是一組 研究這個太北的也一組 然後研究這個太東北的是另外一組 然後那個分組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是 他們學者都能夠講當地方言 然後夏田野 那我想這個部分可能是 不管是中國還是台灣的學者 目前大概都沒有到這個水平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覺得緬甸是一個很好例子 你會看到說 我想沒有人會去疑問說 緬甸佛教的整個東南亞上座部 有重要性 但問題是 對緬甸上座部的研究很有限 主要是因為過去五十年 這個軍政府鎖國 然後你基本上田野都進不去 都沒辦法做 沒辦法做 所以緬甸的這個上座部的情況 就研究尤其跟 所謂國家政權跟社會關係的研究 很好玩是過去十年才慢慢 重新起步 然後再來上一波研究 實際上可能就六零年代了 那六零年代出版的研究是 因為這些學者是在五零年代做研究 然後從六零一級到可能兩千年前後 前後五十年鎖國呢 基本上不太能做研究 不太能做研究 所以這五十年鎖國基本上是半空白的 然後另外一件很重要 就是我們去談東南亞上座部的時候 往往會 尤其西方學界 他們早期接戰環一來就講了 這個叫巴黎佛教 但實際上不是 因為東南亞的這個上座部 即使泰國佛教它宋面宇宙有好幾套 然後緬甸也一樣 然後西蘭卡也一樣 所以巴黎典籍的重要性 並沒有像西方學者在十九世紀以來 所認為的那個樣子 但往往可能是最 所謂最精英 或者說國家進權 還有國家生團 管的最徹底 即興的最徹底的那個 最精英的圈子 才會真的研究巴黎 那底下的 包括很多地方生團 他可能就用自己的 台語還是各種不同的這個書面語來 來進行教學 包括緬甸、泰國 其實都這種情況 所以我現在已經很掃心 不太用巴黎佛教這種字 好 我想另外一點是 簡單談一下 像剛才提到 東南亞佛教 它除了上州不以外 也有漢權的 可是我們可能在像台灣、中國、香港 我們做漢權國家 可能會覺得他們都是很邊緣 不予重視 但是我的態度是反過來 我覺得有些時候 就剛好處在邊緣的位置上 他們具有的某一種 不被重視的狀態 反而是留有更大的空間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去講東南亞的漢權國家的時候 不同國家的處境是完全不一樣 像漢權國家的緬甸 是受到更大的這種排擠的 包括他們那個主流商團 基本上會把這個漢權國家 就是不太願意接受的態度 比較明顯 可是如果你講馬來西亞的話 還有越南的話 它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你會看到漢權國家跟上州不 一直在互動 而且會有某一種互相的 我還不會說它是融合 它不是融合 但是那種互動就非常非常非常我要 然後我個人覺得像馬來西亞跟越南 他們只有可能在這樣的一個平台底下 會長出一種新型態的佛教 講與實語 然後尤其馬來西亞其實就已經很清楚就是 馬來西亞我們會看到 馬來西亞出了很多很出色的佛教學者 即是說他們國家對他們的華人歧視 所以他們的佛教學者往往沒有辦法在本國發揮作用 而流落各地 跑到整個地球都是 包括像我們在香港這個HKU的當完桌體 這是一個很好的典型例子 包括台灣我們那個 和幾個同仁 岳建東 還有好幾位 其實實際上不是馬來西亞華人 那我想 所以在這個意底下呢 我會覺得 我們要去談論東南亞的漢權佛教的時候 不能把漢權佛教跟上朝部錯開來談 需要連在一塊來談 然後 好 再來 反正我最近幾年 最近許年了 最近許年我在中國大陸工作也就簡單談一下 我自己在中國大陸工作的過程裡頭看到 中國大陸的同仁他們怎麼談 東南亞佛教以及更廣義的東南亞研究 我覺得這裡頭是值得台灣的同仁去注意的 說實在 中國大陸的東南亞研究呢 狀態並不太理想 有不同的原因的 那我想首先第一個是 中共這個政權成立以後呢 第一代 第一波 做東南亞研究的 往往都不是中國本土出來的學者 而是當時從東南亞 你可以說當時的用字叫回到中國的那些人 那問題是 這波人他們去做東南亞研究 包括佛教在內的研究呢 他們有他們的強處 但是也明顯有他們的短處 那強處是 他們可能是從泰國 從緬甸等等回來 他們多少會熟悉當地的狀況 但是呢缺點是 他們所謂熟悉呢 是熟悉當地的華人權統 但是他們對當地的主流族群的權統呢 也談不上真的非常熟悉 尤其如果是進入一些很專門的裏面 那我們講佛教 他們不見得一定就很熟悉 那問題是更糟糕是 中國大陸的東南亞研究 包括佛教在內 其實是這樣的一種不太完整的一個體系 所以在文革的時候 簡批全部打大美 就是政治鬥爭 然後死的死 傷的傷 廢的廢 所以等到八零年代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 整個東南亞研究是從 重新開啟 從什麼都沒有開啟 然後這裡頭就碰到另外一個很大的難題 那個難題是 所謂東南亞研究對中國而言 它很大程度是把它做為 有點像美國講的 Area Studies那樣 就是 基本上是完全從國家政權的需要 在這個角度來考慮的 然後如果你馬上學者要做一些 跟政府不感興趣有關的東西 對不起你拿不了資源 所以往往在這個背景底下 中國的學者他們去做東南亞研究 他們可能首先需要去全摸這個 包括外交部 包括等等這些 中國官方的體系的口味 然後說實在有點逢迎他們的口味 來才能申請到研究金塊 而且你申請到取得這個resources 開始做研究以後 你出來的整個研究結果 因為你等於說是誰給你resources 你大概需要不要玩得太過頭了 你至少不能跟他們觀點商為 也不要做一些他們不感興趣的東西 然後出來的惡性循環是 其實那些部門還有那些官員 他大概也知道說你在排他馬屁 所以你寫的東西他也不感興趣看 然後這樣這個惡性的封閉循環出來的結果是 基本上中國大陸的東南亞研究很長的一段時間 尤其像佛教這種對官方而言沒有集結利用價值的東西 往往是跟reality是嚴重脫節的 是完全脫節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中國大陸的學者 因為他們在做東南亞的佛教研究的時候 他們幾乎是完全不熟悉國際上的研究情況 然後我甚至會看過中國大陸的佛教學者寫東南亞的時候 你就不要說什麼太語緬語 他連英語都不會 他連可能連 他幾會的就是簡體中文 連繁體中文的這個研究都不看 那這個是一點 就是這個等於說整個研究是 你只是在滿足中國大陸自己內部的 甚至不是集世界跟宗教界的需要 你是滿足官方的需要 可是官方也實際上也不需要你去滿足他需要 那另外一點 中國大陸的學者在做東南亞佛教研究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從觀點上更致命的缺點是 說實在 我們講 中國大陸它基本上還是一個國家主義的體系 所以呢 中國大陸是 你說中國大陸有沒有生活社會呢 我可以分享一個經驗 就是有一趟我們開會 然後台灣學者問大陸學者說 這個 中國大陸到底有沒有生活社會呢 然後中國大陸的學者呢 立即就顧左耀眼台 講到別的東西去了 那意思就是說 當中國 即少沒有一個跟東南亞商弱的 這種那麼強的民間社會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學者跑到東南亞去 研究東南亞佛教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盲點是 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去理解 東南亞的包括宗教在內的 這種民間的社會還有民間的團體 在維持跟發展一個東南亞國家 旅途的這種公民社會的時候 他們扮演什麼掌勢 根本無法理解 我可以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中國大陸有一個學者 他寫了一整個書 談馬來西亞佛教 然後那裡頭有好幾段文字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講說 馬來西亞的一些佛教團體 會談論這個政府的這個 比方說社區設計的政策 然後會評論這個政府 各種不同的公共政策 然後還說自己是人間佛教 然後他意思是說 這個還是佛教嗎 你還是打著佛教去搞政治 然後他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即使像在馬來西亞這種國家 國家政權他可以在憲法層面 公然歧視華人 但是他們至少 華人的佛教團體還是有 有相當大的空間 可以公開 而且不受干預的去 談論國家的公共政策 然後這個對他們當地人而言 是理所當然的 甚至他們的關係也覺得理所當然 但中國去當地做研究的學者 完全看不懂這點 看不懂的原因是很簡單 中國學者往往拿著中國的 在中國生活的經驗 然後完全沒想過 其實對不起 全世界不是只有你這個樣子 他就拿著中國經驗 跑到東南亞去 然後用這個來量度 東南亞佛教 他們太政治了這樣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在這樣一個過程裡頭 尤其像剛才提到 比方說我在寫雲南一篇論文的時候 我意見很浪漫一個事情是 中國大陸的學者 談論同樣的問題的時候 他們沒有看這個外文著作 這個已經剛才提過了 另外一點 我不太理解的是 他們完全不會提說 雲南上座部 跟泰國跟緬甸之間的密切關係 他們可能會提到說在歷史上 他們是同一波的 但是對不起 曲爾歷史以外 19年以後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他們從來不談 然後我一直很納漫是 難道你會覺得說 雲南歹竹那是屬於中國文化一部分嗎 然後後來我就請教我在中國的同仁 他們就完全在中國長大的同仁 我說我看不懂 那理由是什麼 然後我的同仁告訴我一個很好玩的早度 這個長度是這樣子的就是 你不能把在中國境內的東西說成是 我們如果用商界的語言做一個metaphor的話 你不能把它說成是中外核執長 也不能把它說成是外執長 你也需要把它說成是國產跟國企的 就這樣 那萬一說像歹竹這種 擺明是跨境族群的文化的話 那就只好不強調他們跟境外的當代關係 歷史關係可以簡單提一提 當代關係不能提 所以像剛才說我剛才提到 雲南侯教雲南歹竹在90年代以後的整個 重新講出來 如果你只是看中國學者的寫法的話 好像是因為80年代改革開放 所以就這樣而然恢復了 但對不起不是 實際上如果沒有這些當年在50年代 當中共在清算這些歹竹的人 他們走難走到泰國跟米甸 然後他們過了30年、20年以後回流 如果沒有GPM的話 你根本無法理解 雲南歹竹的生盤在90年代以後 是怎麼重新跑出來的 然後 我想時間有限 我簡單再補充兩點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點是 剛才其實我跟蔡老師我們談到 中國大陸的學者 他們去談論宗教議題的時候 這個可能對我們在外面的人 很陌生的一個角度是 往往首先把它視為是一個國家安全問題 那叫宗教的國家安全問題 所以中國大陸的學者 除非它是完全做經教文本的 如果它要稍微處理 宗教跟社會的關係的話 你會看到 他們那個整個著眼一點是很有趣的 就是 它要談的是 宗教控制、宗教管理、宗教利用 這完全從這種角度來談 而跟我們在外頭談 在一個公民社會裡頭 宗教作為民間傳統 還有民間這個組成環節的一部分 它是怎麼樣去發展 這個部分基本上是不會優先處理 它優先處理的是 首先講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是意味什麼呢 就談說他們有些固定的術語 這個叫反滲透跟反顛覆 一來就講這個 然後講了這個以後 再來講 儘管有這個滲透的危險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講 這個怎麼去好 我把它管理 為什麼管理呢 因為可以加以利用 都從這個角度去 所以我想 民間的角度 作為一個獨立的角度 在中國當中學者的視野裡頭 是幾乎沒有 那幫忙這裡頭很有趣的地方是 難道一個中國學者 他採取這個角度 他就會被抓起來嗎 其實我不大相信 但是呢 可能對中國成長的學者而言 他就很習慣 他當然會覺得有些地方 他就不會走過去 他就留在這邊 反正他會按照官方的線索來 談一些問題 好 那麼我想 我最後兩句 就是我過去做的這個 七八年做的這些東西呢 對我個人而言 可能更主要的意在哪裡呢 是因為說實在 但是我並不懂泰文 不懂臉文 所以我這方面的研究 並沒有辦法作為 可以達到國際水平的這種研究來講的 但是我想對我來講 很重要的意義在 在於說我可能透過這樣的一種 至少在華人世界裡頭 目前做的人還不是太多 這樣有沒有情況下呢 我做的這種研究呢 可以讓我稍微 基本上熟悉 在西方學界 做泰國 做緬甸 做西蘭卡 他們是怎麼做 有哪些人 做哪些議題 做到怎樣的一個實質程度 然後呢 對這個有一點理解以後呢 我可以去讓我的學生 他們 基本上我是把他們推出國的 讓他們出國讀 但是你如果 他們可能連基本的東西都不知道的話 你要他出國 他也搞不清楚要做什麼 所以我想 我起的作用就是 我稍微熟悉 西方學界在東南亞上 都不接派裡頭做了什麼東西 然後呢 讓我的學生去做 而且是出國做 所以 實際上我剛剛就有 今年9月就有一個學生 他是 他是到這個阿里斯蘭那去 然後呢 就跟一個北美的 緬甸佛教的專家 專門在做 當代緬甸佛教 尤其是生團跟社會的關係 然後他 整個過程 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用工 他比如說 在緬甸當這個義工 當了幾個月 然後一個女孩 他一個女孩在東南亞 跑了整整八九個月 然後在另外一個過程裡頭 我可能 他跑的過程裡頭 我一直跟他溝通 然後呢 也跟他講 目前西方說 做緬甸生團做到什麼程度 然後最後他大概就帶了這樣一個 大概的這種理解 然後後來就申請這個北美的學校 然後 現在他就很清楚 只要做民進生團的研究 所以我想我能起的作用是這個 然後當然 還有另外一點是 假如將來哪一天 我是離開中國這個體系 的話 我覺得我過去這幾年 做東南亞上座部 生團的這些三班議題 可以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考 讓我 然後說如果離開中國體系 可以去 有這個空間去重新回到 藏權國教 生團 跟當代的這種議題上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對照 就同樣是國教社會 就是上座部跟藏權 然後他面臨那種 現在國家政權的這種 這種衝擊的時候 反應跟出境都不太一樣 然後我覺得有一個可以參照的 互相對比 然後我想說我簡單的一個 不太專業的分享 就簡單到這邊 然後再來看看 各位如果有什麼 問題提出來 我們再來互相交流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想劉老師的剛剛 最後那一段話 其實我覺得是 就是說一個 他以那個 就是說開拓性的 這個學術領域學者的無奈 也很客氣 實際上已經有開拓出 蠻算是說在我們華人世界 在這一塊裡面的一個 新的觀點 因為特別是 跟因為 我自己的這個學術經歷 有些地方也有點像 跟劉老師有點像 所以我聽他的那個演講 感觸會特別深 所以我 我可能是在座唯一 不是做國教研究的學生 忍不住想要問幾個問題 但畢竟我是在東南亞 多年也是一直在 在耕耘這一塊 也是像劉老師這樣 就是鼓勵學生去 然後做一些 可以跟國際接軌的 研究 那我自己 原來也不是這一方面的 訓練 就是說你剛剛提的 我先招集的問題 然後待會同學們 可以很開話 因為你們才是 這個領域的 真正的研究者 那因為我的這個 東南亞經驗高說 你講了很多事情 對 確實是這樣的 特別是馬來西亞那個部分 那你剛剛也有提到 一開始你有提到就是說 馬來西亞的那個 漢傳國教的那個公平意識 甚至還那個 強過台灣的國教 那這個其實 我大概了解你的切入點的意思 可是你有沒有再進一步思考說 這個差異是什麼 一個社會跟文化情境造成這種差異 那台灣漢傳國教本身的那種 那種社會參與當然的是 強度是夠 可是為什麼它沒有辦法突破某種的 你說了所謂的那個公民意識 那樣的平均 那以我對馬來西亞的了解 我想我的 我的感覺是說 因為馬來西亞 畢竟它是附屬在一個 華人社團的那種 主持脈絡跟那樣的長期 華人爭取自己的一個族群地位的那個 所以它的那個社會參與跟國家體制的 涉入肯定是會比台灣深 這可以理解 不過台灣現在也已經朝向比較民主化 自由化 理論上 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為什麼沒有辦法 這個 就是說你的觀察 你看看這個 是不是待會也做一點發揮 那另外其實我對那個 因為緬甸之前發生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 它就是去 去那個 對那個緬甸的穆斯林 就是說有 佛教徒帶頭的 有一些的那個 一個暴力衝突 那確實是 因為媒體事實上不好 那剛剛我不知道說 你是不是在緬甸的這個 或是私底蘭卡這些案例裡面 有一些就是說 不同意媒體的觀察 就是說 真的是那一些 德高望重的這些 聲團的這些 人帶頭的 因為媒體好像是這樣報導的 可是我們真的很難想像說 國教會跟暴力 有這樣的一個關係 那在緬甸這些國家 到底他們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或是說這個媒體是過度的 誇張的 只是少數很激進的 這些 我叫的生理的個人作為 還是它有一個系統性的 因素 對 對 這個就屬於第二個問題 那第二問題當然就是 這裡要中國大陸的這個 你後面那個提到 對於中國大陸這邊的這個 國教的研究 讓我也有點訪韓他 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 因為我自己有一個經驗 我最近這一陣子經常也到 國外或是各地去談我的 伊斯蘭的研究 然後每次如果碰到大陸的學者 跟那一個研究生就會問我說 太老實上 你覺得那個新疆的問題 要怎麼處理 他就問我很實際的問題 他突然問我伊斯蘭的教育 我又不是研究新疆專家 為什麼法律問我這個問題 那我就很小心地去回答 因為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問這樣的問題 因為可能那個 現在台... 那個... 中國大陸那邊研究伊斯蘭的這個學者 或研究人都被政府指派這樣的一個課題 你一定要研究要搞清楚為什麼新疆的穆斯蘭 對國家這麼不滿 那這個變成是一個... 這是一個還蠻有趣的一個 我自己也很有同感的一個觀察 就是說我們這兩岸的學者 做宗教研究好像都有被一股 無形的力量這樣子去綁住 讓我們沒有辦法真的很海闊天空的去看 台灣這邊有台灣這邊的問題 對 那這一個部分我是覺得就是說 那不知道說這樣的一個影響 是所有宗教的研究都是這樣還是有特例 譬如說基督教會不會比較好 反而因為他... 這個部分是不是你可以在作用比較 不同宗教有不同的... 這個潛在危險 然後接著我就開放給學生了 還是你要先回來我問也可以 或是你先收集學生 也許我先回答韓翔老師的問題 我想第一個問題 我其實蠻同意蔡老師講 就是... 馬來西亞的... 這個... 漢堂紅教的團體 不是全部啦 坦白講 相當一部分 他們有比較強的公民意識呢 的確是由於他們 跟華人社群之間的關係 是跟這個有關的 可能你會覺得很驚訝說 為什麼你把話講得那麼拐彎呢 實際上是這樣子的就是 我本來也是以為說 對馬來西亞的佛教徒而言 他們是透過宗教的身份 來為華人這個身份 受到歧視而發聲 可是後來跟他們談了以後呢 發現說... 沒錯 在馬來西亞的佛教群體裡頭 大部分是華人 但是呢 他們是傾向把華人身份 跟佛教的身份 都直接等同 是因為佛教徒身份裡頭 的確還有很多 是非華裔的 包括這可能是西蘭卡的 緬甸的 台裔的都有 然後呢 所以他們甚至會跟我講說 由於 馬來西亞的佛教團體 或者佛教社群 大部分是華人 所以往往對 曾經代表華人社群的那些華人團體而言呢 他們會覺得這些佛教團體 在華人議題上發聲還不夠響亮 但是對這些佛教團體而言 他們會覺得說 我們儘管大部分是華人 但是我們更... 從我們這個宗教的角度更關心的 反而是 作為少數宗教 我們的宗教權益 有否受到國家政權的尊重跟保護 然後 所以他們才會遇到別的宗教時候的打壓的時候 會跳出來 這個是一個 另外一點呢 可能對我來講 我更關心的是 我會同意說 馬來西亞的漢權佛教 有這樣的一個比較明顯的公民意識 是跟剛才講的一段是有集結關係的 但是我覺得可能更有趣的是 除了這個歷史脈絡以外 當他把這個公民意識整個在這個宗教團體內部講出來以後 他其實那個視野宗不完全只是特定的 就是他等於說變成是企圖建立某一種 現代佛教的新的元素 這個把它變成 從一個contextualized的東西 變成是某一種 能夠希望可以更廣泛為 成立的一種新的價值觀 新的佛教價值觀 然後台灣這個部分呢 我想台灣首先並沒有 像馬來西亞漢權佛教所面對的那種 國家政權對手術族裔的這種歧視 沒這個問題 然後這個也許是一個原因 讓台灣佛教在接受現在的佳題觀上 他會很有選擇的 只要這種公共問題 他們拐他走 會避開 但是這裡頭有沒有可能性是 我常常會覺得 台灣的佛教 不管是佛高山 法普山 旗子宮德會 他們可能在別的很多事情上 做了很多很有貢獻的東西 但是呢 我會覺得有一個很關鍵 你作為一個宗教團體 沒有做好的 甚至根本沒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回到我剛才講 我們要講佛教與現在文明之間的互動 在這個互動底下 為佛教帶來怎樣的一種價值觀的 重新的思考呢 從這個地方來講 其實我發現說整個佛教是幾乎沒有的 頂多就是空洞講一個engaged Buddhism 那我想台灣佛教也一樣 台灣佛教 我看不出來他們有怎樣的一種 真正有深度的這種對現代 還有現代的情境底下作為一個佛教傳統 你怎麼理解這整個事情 沒有的 都沒有的 包括佛龍山 包括法國山 其實都一樣 那我覺得沒有這塊的話 就基本上你不會對所謂公民社會相關的問題 會很認真看待 然後你在行為上 往往就你的前輩 生團的前輩怎麼做 你就跟著去做 就不會有一些很不同的想法 然後再來緬接那個問題 對於我想 我的理解是這樣 因為其實我九月回來的時候 我有去找我一個大學的同班同學 那後來在明天生團出家 外景比小 少班 我有跟他談這個問題 然後他有個答案給我的時候 我其實不太滿意 他的說法有點是說 這個只是明天生團裡頭少數的 但是我的理解是 至少明天生團裡頭 或是明天社會 對於說台籍這個穆斯林 我遇過的一些明天跟我的講法是 大概至少一半的明天人 並不抗拒這個事情 並不抗拒這個事情 然後生團裡頭可能有 就是很多生人他私底下 不贊成說採取這種很 violence 的手段來挑起衝突 但是他們還是會對 烏斯林有很多部門 也就是說他們可能不贊成 某一些極端的生人去鼓動 這樣的一種很野蠻的衝突 但是他們整體上對 緬甸的烏斯林不是很喜歡 這個道 中間有差距啦 但至少他的態度上他會有這樣一個背景 那我們知道這個多少還是跟以前英國基因統治 留下來的問題有關啦 但是這樣一個歷史的解釋 我想從一個現實的角度來講 還是沒有辦法去justify 你生團裡頭有機械人出來做這種事情 就是我們講嘛 歷史的解釋這個是一個項目 但是能否justify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像明天生團裡頭我的理解是 的確是有一些生女的領袖 會有在推動別的事情 當然那些領袖呢 他也不見得是說全國最大的領袖 但是他不管他大門大門 他已經足夠去把這個事情鼓動起來了 而且很關鍵的一個麻煩事情是 他們有他們一個網路去把這種想法散播出去 那個往後實際上就是佛學院 這個很麻煩 也就是說全國各地能讀書的小孩 他們最後可能到仰光還是哪一個佛教的 這個大城市裡頭的佛學院讀書 然後老師給他們教的 就是帶有這種敵視別的族群的這種意識 然後他們回到本鄉的時候 同時也會把這種想法帶回他們自己的本鄉 然後這個我想是一個我理解的一個狀態 然後再來邵老師提到的第三個問題是 中國的這個部分 跟宗教研究 對 因為實際上都有這個問題 但是那性情不太一樣 我們在中國常常開玩笑的是 這個漢教研究目前應該算是這個中國政府的大雷 對 宗教上的最愛 那當然主要原因是因為他要把這個推出去 作為什麼宗教公共外交的想法 那一般來講像伊西蘭教的話 他們的反應是可能需要提防他們的什麼分裂主義 然後如果是基督宗教就需要提防西方的滲透 就是不同的宗教都潛在跟不同的罪名是有人在一塊 那當然佛教裡頭 然後藏權國教也是跟分裂主義有某種潛在的可能性 歹豬比較沒這個問題 歹豬比較沒這個問題 那漢教教也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你至少看 伊西蘭教 基督教 藏權國教 這些三者都各有不同的 當然中國官方他也講得很小心 他不直接扣你帽子 但是你看那種官員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他實際上的反應 你就知道說他基本上是預設了在那邊 就是這個宗教跟這個罪名 是有某一種更親密的關係的 然後這個宗教跟另外一組罪名 是有另外一種關係的 那像這種態度 包括是官員 尤其地方官員 尤其在剛剛說三官的省份 在前線執行工作等地方官員 他們基本上這個都已經是people program 然後學者也一樣 中國大陸的學者 除非他完全是做尖叫的 否則他稍微跟當代有點關聯的 不管他老經是不是這樣也想 他嘴巴一點也這樣講 就是他一點是跟這個什麼管理啦 控制啦 防滲透啦 利用啦 一定都是這套語言來講的 所以才會出現 蔡老師剛才提到的問題為什麼 他會問有趣的角度的問題 不管我講什麼題目他都是不信將問題 對 是是是 這是現在他們最頭痛的一個問題 可是 當然也有可能我的信息是片面有點錯誤 就是說好像有一些研究基督教學者 有點樂觀的認為 基督教可能會首先 拍出一種有公民意識的基督教 太樂觀了嗎 我覺得有點太樂觀 是因為這樣一個想法最早期實際上是 大概20年前90年代中的時候 像劉曉峯他們那一波人 挑起了一個所謂文化基督徒的論戰 這個論戰簡單來說是 你如果不是基督徒 也不是有一個教會的聯繫的 你作為一個對基督教的價值觀 有親和力的學者 你能否在這裡頭談論基督教 然後呢他們當時談論這樣一個議題的時候 在香港還引起跟香港的神學界 炒成一堆 因為香港的神學界一定都是跟教會連在一塊的 然後被香港的神學界馬他們說 他們有一個詞語叫阿波羅 阿波羅意思是說 你是那種比基督徒更理解基督教 但是你不是真正跟教會聯在一塊的基督徒 然後覺得他有點幾乎是很懂我們 但是不是我們的 所以構成對我們最大的危險 因此那種爭論 問題是當初挑起這個爭論的這批人 後來露出真正的面目 包括劉曉鴻 實際上全是國家主義者 劉曉鴻這個最典型的例子 他大概十年前整個走 你也不知道他是轉變了 還是說把他本來的想法整個鋪陳出來 就變成是國家主義者 就變成說他那個觀點 甚至有些時候要比官方公開所講的 還要跑得遠一點 當然我自己在中國大陸的一個很有限的經驗 是會碰到一些教會裡頭 實際進行工作的人 包括一些牧師 包括一些教會的知識人員 尤其那些有在海外籌學經驗的 像這批人 我覺得他們頭腦要比佛教清醒太多了 就是他們會知道說外頭是怎麼樣一回事 而且因為基督教說到底還是西方來的 他們跟西方還是有聯繫 所以裡頭的一部分人我覺得他們 你不要擠看他們嘴巴講什麼 你細體下跟他們交流的時候 我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他們基本上頭腦也相對清楚的 然後當然這裡頭能夠開出公民社會 所以我不太敢樂觀 我覺得中國基本上先企圖去發展一個更新版的 Totalitarianism 過去20年我們大概可能談中國的這個狀態的時候 可能已經很少用韓爾人的這個詞了 可能很多指的是威權體系 可是我想最近至少企圖從威權體系變成是一個更新版的這個極權體系 所以在這裡頭公民社會我不敢想不敢想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各位同學或是孫餘會的嘉賓 有沒有什麼問題 針對劉老師的東南亞上座佛教 做一些教育 老師你剛剛提到 就是說 關於佛教對於這個公民社會他們的那種回憶 你說當然佛教非常大 至少有漢傳 有被傳有難傳有漢傳 但是你剛剛沒有 就是說講到一半就真的有提到說 到底有什麼內在的邏輯 造成他們對於這個現代的這個回憶 這麼的好像有一點不太敢上前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漢傳怎麼樣 因為漢傳基本上他已經被丟到 像一個被強迫的丟到一個最現代的地方 那他們對於這個現代的議題 對於公民的這個反應是 就是公民社會的這種反應是什麼 因為馬來西亞在怎麼講 就是說還是跟這種華人議題 不管怎麼樣還是有一些連在一塊 就是跟他們華人的處境 可能他們有在試圖在分開 可是可能可否認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這個是一個導火吧 就是讓他們變成 轉成一個比較屬於公民社會的狀態 那漢傳是怎麼樣 就是說 其實跟第一個問題一樣 就是說 佛教到底有什麼內在的邏輯 導致他對於這個現代的這個回憶 是這麼的 好像有一點欲居歡迎 或怎麼樣 因為以前 當然我們這是從漢傳的經驗來講 就是說 佛教 漢傳的佛教常常說 這個最重要的是心 這個人心 只要這個導正的話 社會就會慢慢擴及出去 就好像修身其家 慢慢擴及出去 社會就會變好了 好像對於這個人設計出來這種制度的好壞 他們不是說非常在意 他覺得只要那個人好 制度就會跑得好嗎 所以他們不太去講這個社會制度好壞 或者說 好像覺得這個跟他們沒有關係 另外一種就是漢傳社會有一個 社會現象就是說 當你宗教是 比如說佛教試圖要介入政治的時候 社會上也會有反擊的 就認為說 你這個 你這個聖人就是要好好修行啊 你怎麼 怎麼來干涉這個世俗的事情呢 就是動不動就給他一個邀身啊 什麼 對 就是說你就要太過干涉政治就會有 一些很傳統的那個標籤會貼上來的 所以我想這對他們 對有志於參與公共事務的人 這也是對他們那個 那個 國主不前的一個原因 但是這是漢傳的 我認為是說 佛教到底 聽老師講說 應該是很多佛教師會都有這種現象 對 就是對於現在的這個反應 好 謝謝你的問題 我想這樣吧 就是 我個人的一個想法是 佛教與現代社會的商譽 我講的佛教不限定是漢傳佛教 而是整個佛教文明 亞洲的佛教文明 它跟現代文明的商譽 實際上 往往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 中介的經驗 就是被殖民 也就是說 所謂現代文明 現代價值觀 等等那種東西 尤其在東南亞 它是透過疾民 而啪 這樣一下子 掉進來 塞進來 然後 你想想看 就是 我們講西方宗教 它能夠把 世俗化 燒化 實際上它是 從文藝復興走過來幾百年 然後step by step 當然不是預先安排好了 反正它有一個足夠長的時間 慢慢的去改過來 可是對於 我想 非西方的別的文明 包括我想 蔡老師做的伊斯蘭教研究 恐怕也是這種俗進就是 整個現代文明是在 大家沒有準備 根本沒想過這個情況底下 是在背景民統治裡頭 啪 就塞進來 所以你會看到 像是蘭卡 他們的聲盤 他們所謂拒絕這個世俗化 不要太問講公民社會 他們有他們一番的論證 那個論證是這樣的 就是 他說你們英國人 精英統治的時候 還不是把這個 全教師帶進來 讓我們的小孩講英語 是你的上帝 然後等到這個 獨立以後 你們培養出來的那些 棕色皮膚的英國人 就跟我們講 禁教分離 你這個 只不過是說 好 你真的白皮膚的英國人 走了以後呢 就讓中皮膚的英國人 繼續來 迷惑我們 跟我們講禁教分離 在這個過程裡頭 你們新 這個等於說 獨立以後的新政府 還是繼續給 基督宗教學校 各種國家的補貼 然後我們佛教沒有 所以你不要跟我講 禁教分離 你在騙我 所以往往 往往是 在這個很短的時間裡頭 讓這些亞洲的佛教的國家裡頭 包括尤其是生團 他們要接受這個西方的這種 所謂現在的公共價值觀 他會覺得很大的難度是 對不起 你這套東西帶給我 就是至少在我能夠經驗所持的範圍內 帶給我的 是這種反面的經驗 你就不要拿那套學說來哄我 我不接受 就往往 你可能需要等好幾代人 即使他讀你以後 那種常被集民的禁憶 其實還在生團裡頭維持好幾代 你大概需要等好幾代人 而且需要花工夫去慢慢把它劃緊 才能調整過來 所以佩平說 我想那個 你看 就是整個現代文明透過集民主義 啪一下 雕到這個亞洲的佛教地區 前後的歷史大概沒有超過兩百年 然後對大部分這種佛教國家的族群生團而言 他往往對這種現代文明的那種情緒 都還沒燒化過來 緬甸是一個很好的意思 西蘭凱也一樣 對 那 當然另外一個是 漢權 就比方說你提到大馬漢權的部分 嗯 我想我們一般講所謂介入政治有兩 至少兩個 很簡單說兩個不同意義 一個是從所謂現在公民社會的這個角度來介入 就是你作為一個公民社會裡頭的民間團體 你本來就擁有參與公共討論的權利 你只不過把它用出來 這個是一個意思 當然另外一個意思是說 你去分享政權的權利 甚至把它變成是 就是等於說你擁有某種公權力 那我想這兩種所謂介入政治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然後我想對於馬來西亞的漢權國家而言 當然他們覺得不可能有任何想像空間 可以什麼介入國在政權 不是嘛 對他們來講那個只是說 透過介入政治去在公民社會的框架底下 維持他們一直受到很大壓力的一個公民權 不管是華人的還是佛教的 那我想漢權 比方說你講 更為主流的漢權佛教這個部分 包括台灣、香港、中國這樣 那我想這樣 漢權佛教在華人的社會和在漢人的社會 本來就 我常常會覺得 佛教從中亞、印度全來中國以後 它是慢慢走過一個過程 來換取能夠在中國生存下去的一個空間 但是這樣換取一個空間 它付出了 我想付出了一些代價 那個代價我覺得是兩個場面的東西 第一個是 佛教裡頭應該本來在 你看在印度、在上座部、在藏權裡頭 有的那種 那種 intellectual的態度 其實在漢權佛教裡頭 越往後走就越沒有整個都掉下 最後體現下 某一種可能是 不太健康的禪宗 還有可能是 不夠完整的一種淨土信仰 那另外一個是 在教過程裡頭 雕氣的另外一塊東西是 對公共生活的參與 那 這個就是我講所謂佛教社群 跟佛教社會的差異 因為如果你看 像以前的藏權 還有上座部 佛教本身是作為 這個 intellectual的 即時生活的一個部分 而且同時佛教也作為 公共生活的一個部分 那可是在漢權裡頭 我想沒有這兩塊東西 就已經變成是漢權佛教的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 也不能說很重要 反正就變成它 事實上的一種處境 所以我想 在當代漢權佛教 即使在台灣 你會看到就是 按照你剛才做的那個 有點像儒家的 傳統儒家 修心 其家 祭國平天下 那種 就是漢權佛教他會 他會 他會更多是 放到心上 因為心剛好的話 第一個 他回避了公共性 另外一個呢 我們都知道漢權佛教講心的時候 那基本上 是講心的體驗 他不會去談心裡頭 所以我想是跟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的背景有關 我希望有回答到您的問題 那整個佛教的內在 因為老師你剛還是把它切開來分析 就是東南亞他有殖民的經驗 那漢傳他有何 那整個佛教還有藏傳佛教 他們怎麼樣因應這個現代化 我想漢權佛教的促進 其實也跟東南亞上週不是有點像的 當然這樣講呢 在中國來講呢 這個可能會變得非常政治不正確 但是呢 我想我們不能否認一個促進 就是漢權佛教在19年以後 尤其在59年以後 不管中國官方怎麼講 他所面臨的促進 跟當年東南亞佛教所遇到的 比方說西方殖民擴張所帶來的這種衝擊 基本上至少是黨量器官 甚至更厲害一些 就是他整個傳統的東西全部推斷 那在這種背景以下 你可以想像 我想對當年佛教而言 他的那個促進可能要比東南亞佛教 更不堪的是 東南亞佛教被西方殖民一百多年 至少別忘了engagedism 這個字是東南亞佛教提出來的 那當年佛教 如果你從59年開始算起的話 到現在為止 我看他們 那個 連面對這種 由國家政權所代表的 現代的重體系 現代文明 就是中國版的現代文明 所帶來的衝擊 他們可能連 連情緒上的燒話都還沒走完 所以 我並不覺得 藏權佛教在目前這一刻 不管是中國境內的 還是在南亞流亡的 可以在所謂 佛教如何面對現代文明這個事情上 他們能夠有怎樣的一種 成體系明確的說法 我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那 對他們而言 我的理解是 可能首先 關注的是 讓他們的宗教傳統至少能夠握下去 就是握下去已經算是一個 能夠握下去已經算是一個 不太糟糕的處境 就不要說別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 基本上 整個佛教文明 我並不覺得 從學理上 佛教沒有能力回應 而是說整個 影響 時間發生了 沒有多久 基本上 你等於說 西方 用五百年走過的經驗 對亞洲佛教而言 他可能最強的也無非 是需要在一百五十年裡頭 殺壞人家十五百年的東西 如果他有仗權的話 他就更倒楣 就五十年內 六十年內 就走過人家 可能走過五百年的事情 老師提到一個 engaged Buddhism 我以前也讀過一些 就是西方學的 就是喜歡把那個 台灣的人間佛教也翻譯成這個 engaged Buddhism 那老師覺得engaged Buddhism 人間佛教 就是兩者 可能還是有區別的嗎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當然 尤其首先我把engaged Buddhism 翻譯為左翼佛教 這個大家都不太能接受 當然我是有我的argument了 當然我的理解是台灣的佛教 包括像佛光山他們是很想把人間佛教 納入某一種engaged Buddhism的論述 對 對 可是從我的角度 我覺得還是有一些很本級性的差異 因為engaged Buddhism 儘管後來這個詞用得很爛 什麼東西都變成engaged Buddhism 但是原先它的情境 它是有一個很特定的情境的 東南亞這堆佛教 他們面臨被殖民統治 面臨這個殖民國本身 可能是西方基本主義的一種擴張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 我為什麼把它翻譯為左翼佛教呢 第一個 很多這種東南亞佛教 他們在面臨這樣一個殖民擴張的時候 他們也需要回應啊 就是說 他們會覺得社會主義socialism 某種籠統的socialism 要比capitalism更能夠跟佛教相符合 然後呢 以這樣的一個角度來抵抗這個殖民主義 所以裡頭的這種政治性是很清楚的 那絕對是一個政治 包括反殖民 包括反基本主義 這個都是很清楚的 當然它能夠具體反到什麼程度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至少它放出來的這個整個態度 是這個方向 然後我想人間佛教嘛 這個在民國以來走過來 一直到當代 不管是中國大陸來台灣 基本上他們是把公共生活這塊是要開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人間佛教 它本來的那個context 就是跟這個所謂鬼神佛教做區分嘛 那這個部分你會看到還是一樣 就是公共的問題他們一般是不洩露的 不處理的 所以我能理解為什麼佛光山他們會老要花工 不去把所謂人間佛教說情是engaged Buddhism 但實際上對我來講 除非你把engaged Buddhism這個意義變得無限大 否則我覺得是兩個不太一樣的東西 這樣 這樣 還有 覺得有鬼魔嗎 也許 不過這個問題 對 因為當然你剛剛說的那個左傾的這個 可能台灣的國家一定不想被貼這種標示 對 現實 台灣就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對 是 是 你現在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思想上的禁忌 對 對 我想這裡頭我自己有一個處理 對 我覺得 經過那麼多學者跟交界同仁的這個互動以後 我覺得engaged Buddhism這個詞語 可能需要不只 即使是同一個學者 它可能需要準備幾個不同的中文翻譯 用在不同附近你就用不同的詞語 我會把它稱為左翼佛教 我會把它稱為佛教的公共實踐 所以我想後來我的一個解決的方案就是engaged Buddhism這個詞 中文翻譯 總不要有一個 你大概我自己的可能需要準備兩到三個 就看不同的情境 用不同的中文翻譯 其他同學還有沒有 這位不是同學 這個是我外文老師 有一點命的手 但是我就是想這樣 是 是 剛剛老師提上那個 中國有宗教的社群沒有社會 對嗎 對 那個 我剛才有講那個社群 社群的社會有什麼 對 你說泰國有法教的社會嗎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對 很簡單 這裡頭我舉個實用例子 比方說以泰國為例 泰國 比方說在前現代的情況底下 你會看到說 從前現代進入現代 這個整個過程裡頭 你會看到說 比方說很簡單一個就是 泰國生人出家以後 你需要在生長裡頭受教育 然後呢 如果你沒有通過某些考試 你的這個生人身份不能維持 然後你能夠通過考試以後呢 這個生團裡頭取得的學歷 它是透過法令 跟國家的整個 不管是文官 武官 或公務員 還有就是 主流就是國家教育系統 這個全部有透過法律文件 給予規定說 某種對應 也就是說 比方說你的生團裡頭取得某一個學歷 以後你決定還俗 你可以拿著那個 你的生團的學歷 你去等同學歷 不管你申請學校 還是說 還是說 考公務員 這種 當然這種 這種是很現代 但是這種很現代的做法 其實在前現代本來就有一點點淵源 也就是說 在一個佛教社會裡頭 生團本身是首先作為全國性的教育體系 而且也是作為官方培養人才的一個很重要手段 然後呢 人才也大部分會在生團裡頭挑出來 當然 比方說能夠出來的那些可能他最後需要還俗 但至少他原先整個教育的過程是從生團裡頭出來的 比方說像泰國跟緬甸跟蘭卡斯都一樣 就比方說這個小孩他可能成長的過程裡頭 在地方向的小廟讀書讀到相當程度以後 能讀書的陶老師會把他送到成女頭的另外一個實驗讀書 讀可能是高一級的 比方說很多的我們知道從 比方說從太北還是太東北 一直讀書讀到曼谷去的 前後許多年 他原路的都是這樣子遷移上去 然後這個方式是作為整個國家教育體系的一個部分 當然在現在的泰國他可能是 還是說國家教育體系還是主流 但他至少不抗拒生團教育體系 生團教育體系尤其在農村地區 還是作為國家教育體系的一個補助 一個補充的東西 像你一定比我更清楚 就是現在泰國很多這個中小學的學校明清 開始有哇這個字 即使他已經變成一個普通的國民學校 但他那個學校明清還是叫哇 因為他歷史上可能就是 那個歷史沒有很久啊 可能幾十年前一百年前 他本來就是一個實驗 那我想從這種地方 我們會講說 泰國緬甸 西蘭卡這種 至少在前現代 甚至是在進入現代的早期 基本上還是一個佛教社會 也就是說一個社會裡頭 佛教所扮演的早社 基本上從各個不同領域 他都某個程度上是撐起的 包括人才的居功 那可是在漢權完全不是這樣 完全不是這樣 這樣比方說以前藏權國教 藏權國教 好像說59年以前拉薩競泉 拉薩競泉裡頭他整個文官系統 是比方說一個文官的位置 旁邊就有一個升官 那這個升官 他往往也是在戲院裡頭培養出來的 當然 進教合一的政體 是否是好政體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你會看到說 作為一個聖人 在聖人流受教育 是一個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讓他能夠進入政權裡頭 去擔起某一些招生 像這個在漢權國家裡頭 就是不有這種事吧 這跟當然就是說傳統的 因為我們這一塊領域 主要是儒家 國教是比較邊緣的角色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管理那個 國教跟道教事務的這些傳統 我們認為是宗教的法律位階非常低 一直弄不出來 對 然後國教大學要申請設那個正式的教育部 你還要把自己 從構成一種像是一般的大學 是 是 你看一個東西就很有趣 就是像在泰國 商團是 最近好像有改的 但之前它的上級單位是宗教局 但宗教局的上級單位是教育部 可是在中國 在中國大陸 這個商團的上級單位是宗教局沒錯 還有另外 老師提到那個發力文 你老師說 好像在中國不能單純用發力語來研究運動嗎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以前曾經很長一段時間 受到西方學界的 實際上我們後來就知道是一個錯誤的 認知所影響 以為說整個東南亞的佛教 都在讀巴黎文 但後來我們就發現不對 實際上巴黎文的研究 即使不管在泰國 在緬甸 往往是少數的僧人 而且不是所有試驗都有這個條件去進行用教學 反過來講 就商團裡頭相當大部分的僧人 他可能在學習佛法的時候 他可能還是用 比方說太語還是說太北的台語 這種語言 我甚至知道說 現在目前在太北 還是有一些商團地方 商團他會特別強調說 我們是用我們的母語來教學 這個巴黎語代表的是 它是有一個政治含義 是代表這個曼谷官方的態度 但是繞到地方上去 地方上不一定賣賬 我是比較從這個道德來講 這個狀況當然跟 像伊斯蘭社會比較明顯 因為他們是 所有的人從小 就是直接用阿拉伯去念念經 對 而不是說你去用一個 你自己的地方的荒野去 所以這個差別是很大的 那佛教當然這種 用荒野去學佛教的 基本上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就是這樣 那你就是說 老師之前在講解 你這套說法的時候 有沒有佛教的人 跟你講說 其實佛教人 對於這個現代化的因應策略 其實就是 它其實只是策略不同 並不是說不參與 就是說比如說 提供一些現代人好像 就是太大的壓力之後 的一個緩解的方式 這一種就是說 以不正面衝突的方式去緩解 有沒有人跟你提過 它只是策略的不同 而不是不去面對 這樣的 因為我好像有聽過 有人提說 佛教的處事 其實就是很有智慧 當然什麼事情都不是 不是正面的去跟它對撞 或是說提出自己的大聲的意見 我有遇過 但是我想 這個可能更多是 漢全佛教的觀念 因為你看東南亞的 包括泰國 他們至少在整個 現代化的過程裡頭 某些階段 尤其那個階段危機 也不會說真的很短 他們是會採取一個 他們還是會覺得是和平 但是呢 堅定的立場 他們沒有一個對抗的意願 但是呢 會覺得說 政府有一些事情做錯 還是說當權者有一些事情做錯 然後呢 他會覺得這個對國家發展沒有好處 然後他那個 他的立場都會很堅定 那他並不會覺得說 這個對抗不是佛教的特色 他會覺得說 有些事情不對的 就應該拿出來講 結果我想我們在 比方說70年 在泰國的佛教裡頭 是看得很清楚 有這種案例 對 然後這個案例還一直延續到 像我剛才講這種 什麼 事物出家這個生團的傳統裡頭 對 那所以我想 我想這個修心跟這個社會實踐 在邏輯上不一定矛盾 可是就是說 每個社會都有它主流的一種策略 對 那我想 台灣的這種漢傳 可能更多是選擇這種 這種 好像以這種 有智慧的方式去 去緩解 去 去好像 和光同誠這樣 的策略 就是說 他們 你就跟他講他們 當然說他們 其他東西 很多方面他們都很現代化 但是就是說 最重要的那一塊 就是跟政教的那個關係 跟政府的那個最重要 這漢地最重要的這個題目 他們永遠都是採取 這一個 我覺得那跟殖民可能也不一定有關係 就是說可能 是一個更大的一個背景 那漢傳國的反而就習慣了這樣的一種做法 更大的一個背景 就是 這裡頭各位舉一個很簡單例子 你會看到漢傳國教跟 至少跟上座部 在所謂政教關係這個議題上的那種差異 那差異 先不講那種很理論 或是很深入的地方 我們單看表象 很簡單 我在泰國開會以後才知道說 比方說泰國要舉行任何的儀式 比方說尤其需要新國旗 奏國歌 所有人要梳立 如果你不起立的話 會被人家譴責你 對不起 這裡頭所有生人是例外的 所有生人是繼續做的 這個就是我們以前讀 中國佛教史裡頭講的 沙門不敬王者論 我們以前讀的時候 可能就覺得說 有這樣一個爭論 但你沒有辦法想像 在當代的東南亞 比方說泰國在緬甸 這個practice還在 這裡頭當然就某個程度上 可以代表說 作為宗教 我們至少在metaphor意義上 是凌駕於國家 或者說 至少跟國家進權 世俗進權 是 某個意義上是平等的 這不是從屬的關係 可是在華人的社會 這個不可能 就算掉 那還有一個 有關係 就是說 那日本的例子 就是說 其實日本的佛教 它也不屬於漢傳 所以說實在 當然是從北傳 可是它自己有 它自己的一塊 獨特的 跟國家的關係 然後它甚至也成為 一個殖民者 是 所以說它的 對現代化的因應 是 你覺得它的回應 是怎麼樣 我想 日本佛教 它本來在歷史上 其實跟官方的關係 就很明確 就是佛教從 中國 透過這個 朝鮮黨 全到日本去的時候 是 分開好幾波拳 所以日本佛教 從唐朝開始 從中國的唐朝開始 公元八世紀開始 一直到 一直到江戶時代之前 日本的不同佛教 不同教派 就跟地方上 不同的大明 是有關係的 然後就等於說 不同地方政權 會支持不同的教派 然後 在這個過程裡頭 大明之間的這種衝突 也會直接反映在 不同教派之間的衝突 就直接打緊 就你能想像嗎 這個說起來 好像一個很有趣的 這個武俠小說的題材 你能想像這個 華元忠跟天台忠聯合對付為師忠嗎 而且這個對付 不是嘴巴上哲學辯論的 直接打起來 那這個情況到江戶時代的時候 反過來就是 那個時候比較好處來寫禪中 禪中實際上 變成是國家統計的體系的一環 就比如說我們講 用現在的議案來講 像戶政部門 公安局 國家安全局 對不起 都是纏通負責的 然後到明濟維新以後呢 明濟維新有一個階段 大概十九十七到最後的 十多年 日本政府差一點 要把整個佛教全部掃取掉 後來是不同的山頭 他們就跟政府開會 就說 我們佛教不會妨礙你國家現代化 但是你留一條生物給我們 反正你國家要求你做的事情 我們都願意做 那從這個地方開始呢 日本政府就提出 整套對於日本佛教的反比方式 就是版三制 就所有戲院 它一定有它所從俗的宗派 我們現在談中國佛教史的時候 常常會說什麼唐朝佛教有八宗 這個八宗是怎麼來的 其實根本跟中國佛教史是不太對應的 它對應的是 日本佛教在明濟維新以後的促進 是因為官方要把整個佛教完全管起來 然後呢 既定這種中派的法令 把所有佛教按中派全部管起來 管起來以後呢 你會看到一直到2030年代 在當日本開始 在諸東貴隆政治立場裡頭 朝軍國主義的方向轉過去的時候 基本上 日本佛教所有成體系的中派 全部跟進去 全部跟進去 然後 所以才會出現 你剛才講 比方說這個 二戰的時候 還有日本的這個 人民統治 日本佛教基本上就是參與進去的 對 所以你會看到 監裏頭育軟佛教 它跟進權本來的關係 我覺得甚至要比中國還要親密 對 要比中國還要親密很多 對 那這樣算是佛教社會 還是佛教社群 當然監裏頭有個麻煩的地方 是在日本的Case 它還有別的宗教權統 像不同年代不同形態的神道教 尤其明濟維新以後 神道教它是 等於說重新把它重構 把它抬舉出來 在這個情況底下 佛教並沒有辦法作為 日本的首要宗教 因為首要還是 等於說作為進權的 那還是神道教 但是 日本佛教會在這個前提底下 跟著神道教後面 就是等於說 國家一心形態的東西 基本上他們不已取決 那他們對於現代化的這個回應 很簡單 像日本現代化過程裡頭 提的這種國家主義 其實某個程度上 也都是現代化的其中一種形態 只是說像日本佛教它那種 如果我們剛才講現代化裡頭 包括公民意識這個部分 教部分可能是 而戰以後的日本佛教 才很慢很慢的出來 可能是到了80年代以後 才更為清楚的出來 那個就涉及到 我們在佛教裡頭講的 那個批判佛教的問題 對 不知道老師要不要這樣 其實我們原來當然還是可以 因為我們今天反正就是已經 接近週末了 時間還可以繼續用 我想說也許柳老師會不會也覺得累了 要先休息 正式的時間是到4點而已 但是因為接下來沒有什麼其他的課 大家如果想那個的話 柳老師也不累 還是可以繼續討論 是 你的法名我現在記不得 就是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是建那 對對 建那 其實我會想要 從心的角度去研究 是因為我覺得 有的是跟社會 現在的社會有關 因為大家對神鬼 對意識都 因為台灣真的是太多元了 包括現在那個正義監量 那實際上 現在有很多一些 一些新團體 他們從佛教裡面 用一些譬如說 禪修的東西 禪定的東西 可是問題是 拿出去之後我覺得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說 我真是從佛教獲 另外一種 他不說 他直接獲了 他又提出他自己的想法跟理論 其實我比較會擔心說 從佛教衍生出去的這一塊 會讓人家認為說 我知道的就是佛教 我覺得那對佛教是一個很大的曲解 很實力的 第二個就是說 在社會上 其實我覺得佛教它可以 會有一些很正面的東西 可是實際上我覺得 好像就變成 類似所有的新興宗教一樣 譬如說 對人的崇拜啊 或者是說 我可以幫你解決問題啊 這個是要說什麼呢? 我覺得要說的是 我覺得 其實台灣的佛教其實是很危險的 所謂的危險是 他根本沒有修行的次第 那如果要從新來說呢 是要重新再去提出來說 佛教那個修學的次第界定會 他在定的那一部分 那還是那一句話 我覺得台灣的佛教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我在中國那方面其實他們也很激奇 包括我們台灣也很多一些佛學院 他們非常積極的在運作這樣 那台灣的佛教真的是蠻 而且台灣的佛教本身 因為它有它的一些政治背景跟社會背景 所以基本上是要來講 我們也是談其實說 世代化也沒有什麼組織可以運作得起來 台灣的現況是這樣的 好 謝謝各位法師的觀察 那這個可能就回到更為 某個程度上是更為宗教本身的議題上去 那說實在我是會覺得說 台灣的佛教整體上是有危機的 我完全同意 這個危機當然有一部分是涉及到 當前中國官方打算推動他們的佛教 來在國際的層面上排擠台灣佛教 是有這樣一個國際的政治的背景 但是話說回來就是 台灣佛教自己有沒有去重新想說 作為一個宗教傳統 尤其在宗教的百無物上 要怎麼走下去呢 這個我覺得我一直都有這個困惑 我一直都有這個困惑 像我剛才講 台灣的這些佛教團體 尤其是大型的佛教團體 他們從來沒想過要好好的把 在一個現代社會裡頭佛教應該要怎麼做 就不只是個人層面 而是作為佛教 作為一個宗教團體 作為一個民間裡頭的一個機關 他到底要怎麼做 這個怎麼做 除了禪修以外還有別的 我覺得都不太明朗 說實在 我就覺得不太明朗 然後 但我來講 中國大陸儘管我很多時候會批評中國大陸很多東西 可是也必須很公平地講 中國大陸的佛教可能有一部分還是受到官方很大的左右 可是另外一方面 最近幾年我陸續在不同的大陸的佛教生團的朋友裡頭 知道說他們也在很用功 企圖在有限的範圍內改善他們整個quality 那目前的整個水平 目前當然可能還沒有成果出來 但是他們已經 有新的生團都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 然後又再改善 那 甚至在 某一些地方他們還會 去嘗試去走出一些跟我們一般對中國大陸的佛教不太一樣的一種印象 然後說我最近有聽說 杭州佛宣還是哪一個佛宣 他們的生團 進行這個 還是讀書的生人進行這個 某一種辯論比賽 然後辯論比賽要 要以 然後說佛教與各種現代不同議題之間的關係來互相進行辯論 我好像在台灣沒聽過這個 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他們其實 在政治上受到很多的這種框框條條的書把 但是裡頭還是有有心 我想這個 這個我們必須要很公平的看待他們 就是他們裡頭有一些是意圖在改善自己 他們會知道自己有很多局限 包括內在的外在的 但是 就是他們有在改善 然後 像今年年頭我有到廣州去看參訪一些戲院 然後參訪完了回來 有點想說 只要中國政府願意 它在一個廣東省裡頭給你弄出三個佛光山 其實是可能的 因為你要在這種威權或者專制體系底下 只要官方願意去做的事情它的效率 絕對要比民主社會還得高 然後我也想說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台灣的很多這種山頭 你跑到外頭去 你能怎樣 就先不要說中國官方打壓 即使沒有打壓的情況底下 你能夠怎樣去讓別人覺得 那個漢權佛教 台灣還是有一些很獨特的東西 然後我們談談的漢權佛教的時候 台灣佛教還是能夠 有一些很重要的貢獻 那 那坦白講 可能目前台灣佛教還是有一定的老闆可以吃 但是呢 這個老闆可以唱多久呢 我不知道 很坦白講 我不知道 因為中國大陸有在追啊 他們都有在追的 謝謝 那我想就是剛剛覺得台灣人 我想要就是提一下 可能在台灣這裡你也看到的一些現象 跟與王交換一點理解 就是那個 第一個我不曉得 就是商會法師 就是他的一些研談 像最近台灣社會在台南多元成家 其實我發現每次 他都會站出來去回應這種非常激烈的議題 那我不曉得 這是他個人的一種表現 你會把它當作 他的那種所作所為 算是一個engaged Buddhism的一種 一種走向 還是說他只是個人的一個觀點 就是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覺得心理法師也很有意思 就是 因為我今年六月去那邊考了三篇碩論 然後他們都是拿南華的碩士 那其中有一個同學他就說 他要研究 那個之前台灣的佛教界 應該說 新聞界吧 心理大師叫做政治和尚 因為他用了一個趙無任的這個名詞 就是談兩岸關係 談台灣的藍綠抖 談一些政治出路問題 但他沒有用他的本名 就是他就用趙無任這樣的筆名 所以大家談到到後來 因為他在神經福報的那個上面發表社論 後來大家就覺得說 這個人到底是誰 然後後來過了一陣子之後 可能天下雜誌幫他出書 然後才知道說 他事實上就是他的另外一個花生 那我想要在這樣的一個表述底下 他可以為算是 您所認為的那種engaged Buddhism 的一種所謂的一個紀錄 或是說還是他當然跟那些不太一樣 因為都是屬於那種個人的一個發生 那如果這將來會變成一個趨勢的話 那會不會有可能 就是台灣在做這樣一個 對現代一些議題回應的一個 可能划斷 或是說可能是一個契機的開始 然後然後我有想到說 在那個其實太區大師那個年代 就是清末明初到1922幾年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幾乎都是那種 十萬青年十萬軍 一直說他們其實那時候 在很多的什麼海潮雜誌 很多的雜誌上 你看到他們其實被尋佛教的這個師父們 他們其實都是一直在關心國家 那我不曉得那個部分意思是說 可能到了台灣之後 因為大家知道1940年代 就是有宗教的一個問題 就是那時候好像就是 台灣的學術界認為 所有的宗教都不能介入所謂的教育體系 所以其實台灣有經過這樣一個歷史階段 所以那時候要成立所謂這個宗教式的一個 佛學院或是說正式承認的那種教育體制的時候 都一直被打壓 因為那時候我去中醫院開過一個會議 那他們就說聖言法師 他就是認為說 為什麼我們就 台灣是一直處於這樣的狀態 然後沒有辦法讓宗教的一個教育 達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就是說進入體制或是正軌 所以他那時候非常堅持 就是一定要設立佛教學院 所以其實他也是一個 在做這件事情回應的人 那我不曉得就是說這樣的一個 屬於個人單打獨鬥式的 好像跟剛剛那是有一群人 然後一起進攻 然後往前邁進 那個方式的一個所謂激進佛教 或是說左翼佛教或是陸式佛教 因為我不曉得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翻譯一趟那個論文的 英文的時候 他們說他們的人權佛教叫engagic food 然後我就說 不可能我們所有人就要全都在查那個 後來查到說原來他們有一個英文老師 其實是佛光山體系 他們就說那個叫做陸式佛教的那種概念在談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剛剛樂童也提起來 我就突然想到這樣的一個廢情 然後所以可以請郭老師幫我們回應一下 謝謝 好 謝謝蔡文老師的講解感 這個教委法師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 他是以曼谷為基地的那個叫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ngaged Buddhism的導師 所以他肯定是engagic food 對對對 這個團體有幾個導師 一個是泰國的Solaxi-Valaxa 然後再來是Darama 然後再來是招愛法師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 我忘了是泰國還是 是E型 E型法師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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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 我忘了是泰國還是寮國的一個法師 不是E型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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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好了 招愛法師他的 比方說有關多元情家的這個議題 我想 我想這個可能是在 這個已經變成這個指標之後 我們去談一個現代社會 它是不是有足夠的開放性的時候 往往這個是一個指標 就是 你對 所謂多元情家 能夠 我們姑且這樣說 容忍到什麼程度 這個往往是一個 等於說指標來看 你這個社會 有多大程度是 所謂符合現代社會的標準 那 當然這個本身可以被質疑 但至少 就 現況上 它往往是有這樣一個 的作用在 那我想 招愛法師 必須要申報利益 我看招愛法師蠻熟的 對 招愛法師我想 他會 我個人對他理解 就是 他其實是看到剛才我講的這一點 然後 他實際上也知道說 很多這種同志 他們由於他們那個性別取向的問題 然後 在生活裡頭非常不開心 就 大家可能親人 朋友都不接受 然後我想 他是 他覺得 街裡頭 其實應該有一種 對他們更寬容的態度 那 我對招愛法師 在這個事情上的態度 我的理解是這樣子 那 當然 像我比方說 我把Engage Buddhism 翻譯為左翼佛教 你知道嗎 周愛法師有表達過同意 他說這個擺台走 總是會有某一種左翼的傾向 就是因為你是站在 這種佛教練習 它多少是站在弱勢者的 這個 這個 角度上來進行 那 剛剛你提到 生命法師的 這個 一些 新的講法想法 我最近是有聽說 那我想 這個畢竟還是一個 好的事情就是做一個宗教領袖 他在這種議題上 能夠講多一點 只是呢 前一陣子 我們在香港要會 談到這個議題後 大家朋友的一個想法是 台灣佛教 往往在這種事情上 他不是說 首先打開這個議題 而且整個社會在這種議題上 已經開放了相當程度以後呢 這些宗教領袖他們就會接納 就順著來接納 那當然 不一定說宗教領袖都一定需要去打衝鋒 這個不一定需要 對吧 至少他在這種社會環境 整個家庭觀 調整了以後 他們能夠理解當中 如果有合理的成分 他們願意做某一種調整 我想這個絕對不是壞事 那當然像剛剛提到的公共議題的話 我一想起最近我跟法谷山 鄧瓦雄我們也在談一個東西 蠻有意思的 我還在跟我講說 很簡單 說我們台灣在討論這個核能發電的問題 然後呢法谷山剛好是在幾個站的中間 對 然後呢他拒絕去談這個問題 那我想這個地方就很清楚看到說 這個嚴格來講不是直接的政治問題 它更多是公共問題 然後你都不難 這個就很有趣了 這個就需要迴避成這個樣子嗎 對嗎 因為我想這個是關乎到整個台灣 整個環境的安全 甚至不只台灣 因為如果出什麼狀況 周邊都會受更大的影響 那這個本來作為一個宗教團體 而且那麼大的一個宗教團體 本來就應該有你的一個看法 而且那個看法不一定是說 需要大家跟你的角度來看 而且你能夠有一些 對這個問題獨特的看法 而能夠幫助整個社會 打開一些先前大家沒有注意到的 一個價值角度 我想如果能夠做的 就很重要 那問題是你 法谷山可能在這個問題上走整個 不見了 我想從這個地方你會很清楚看到 就是台灣的佛教 你講這種跟現代公共生活 我們先不要講政治的部分 公共生活的部分 你會發現說是脫開的 還有就是engaged Buddhism這個呢 我為什麼把它翻成左翼佛教 就是比方向你提到engaged engaged這個實際上engaged Buddhism 或者social engaged Buddhism 這個是英文翻譯 這個不是原文 原文是法文 法文那個english的那個字呢 它那個樣子長得跟英語的engaged 是想像的 但是呢 我以為你是讀哲學的字嗎 這個字語本來是桑巴莎特提出來的 就是這個五年代 五年代這個 爾金利亞要獨立的時候 法國派軍隊去戴揚他們 那桑巴莎特還有他們的票人 就出來抗議他們的政府 那這種行為叫engaged 就是透過公開發聲 對當權者的一些有問題的政策 構成某種道德壓力 而且堅其不讓步 這個叫engagement 對 那所以從這個導致來講的話 engaged Buddhism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帶有某種對抗性的 那問題是英語的engagement 沒這個意思 這一頭講個小話 有一年 前幾年就是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ngaged Buddhism 我們在吉隆坡舉行面會 然後其中一個導師就是 舒拉斯佛拉斯爾帶我們去參訪這個試驗 然後出來接待那個人 他就看了我們一堆人有聲有俗 他就說 你問佛教徒真是很奇怪 這個都只是定分不結分 而且還把佛教徒定分變成是一個團體 叫engaged 我講這個小話的意思是說 engaged這個智本還在不同情境 而且在不同語種裡頭 那個意思是不一樣的 就是法文裡頭的意思在英語裡頭 其實是沒有的 好 好吧 那個時間是不是已經三個小時了 好 那我們就很感謝今天那個劉老師 來幫我們做這個精闢的 他的個人的這種研究的心路歷程 詭異這麼多其實是還蠻有深度的問題 他也做了一個知無不言 烟入不盡 好 那我們再度謝謝劉老師 好 謝謝副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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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牌包